科梯生活科技教室要各位来介绍 今天我们实作的这一个立体 紧致游戏 那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这一块是一个9 9公分乘9公分厚度是2.5的这一个松木板 然后我们这边用了9支的这一个竹块 那竹块长度我们用的是10公分 然后这边钻孔钻进去是2公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一种2.5公分的这一个松木条 然后去裁切成一个立方体 这种立方体 那我们这个立方体总共裁切有27块 那其中的14块我们是保留是正方体 其中的13块我们把它变成是圆柱 那就可以来玩圈圈叉叉的游戏 那我们这一个竹块呢 它的直径大概是6 所以我们钻的洞就是钻6 好那我现在示范 那你就可以做完 像这个就带它带地就是叉叉 然后呢 我这个就可以玩圈圈 然后这个再放叉叉 我快被引了 所以我可以这边放圈圈 好那接下来我又担心你赢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放叉叉 应该是放这里是放叉叉 好这时候呢 我如果放这里 那我的这个放这里 我这边就赢了 好这边就赢了 好那我可以再继续把它装完 好那这样的设计呢 总共我们可以排成是三层 你看这是第一层 好这第一层 那这一层它是2.5 三层所以变成7.5 那埋入两公分 所以我这边9.5还多出0.5 我现在塞给你看 我把三个都塞满 就变成像这个样子 好那你就可以 除了第一面玩之外 我也可以这一面玩 玩圈圈叉叉 比如说我想要这次这边 也可以看玩圈圈叉叉的方式 所以这个游戏就变成 非常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在生活科技课里面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学生做简单的 木工三宝的一个练习 所谓的木工三宝 就是线距啊 砖孔啊 杀膜机好的这个练习 那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一个 有用到类似像切断机 或者是带锯机 或者是圆锯机 等等之类的这些电动工具 这个很简单 而且操作上就不会很困难 又可以做出一个还蛮实用的 这个叫做立体九宫格 所以全部总共这一面九个 这边九个 这边也九个 所以就是会变成需要27个 27个这片九 九三27会27片 就用这个2.5公分的 这一个松木条去裁切 设计出来 那这个 这个叫案是高雄市中山国中 许一朗老师 指导我们来设计制作的 以上就是科梯 来为大家介绍 这一个立体九宫格的 这一个小科技作品 此一期 根本 香港 阳 阳 和 色 分 yl